三米弗,基本上它又多了1弗的条件 也就是说我的加总是根据它的某个范围里面的某个条件 达到这个条件的时候,再去做加总 再来的话,我如果要加总是根据它这个部门,部门里面是销售部的才去加这个奖金 所以这里面有两个部门,有个开发部、有个销售部 当然你不能说我用眼睛看的,旁边放一个计算机,1800、1500,然后这个不是,在1200全部加在一起,输入上去,总共是4500 那当然不OK,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如果说要能够让ECL自动帮我加的话,第一个你可能需要插入函数 那一件函数的部分的话,有一个叫数学函数,数学函数里面,这边叫数学 数学,数学里面有一个叫做sumif的函数 或者你可以找那个全部,全部里面也可以找到3,不过它可能全部里面呢 会有250几个函数,找非常久,你干脆直接找数学 那有几个方法,如果你找全部的话,你按S开头,S有没有 你打个S,它就会自动跳到S开头 你再往下找,或者你打快一点 SU,有没有,它会自动跳到SU,再更快一点 Sum,OK,有没有,就跳到,不过特别注意,这个间隔只能0.5秒 SU中间不能打,你不能打SU,它就跳到U了 你要SU这样子才可以 那请你找到什么呢,找到sumif这个函数 那 从全部里面可以这样找之外,你也可以找那个 数学,数学一样,打个S 不过我发现数学比较快,sumif 那这个函数的话呢,基本上会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是range,这个range指的是 你要判断条件的范围,那基本上是部门 特别是range指的是什么,要判断条件的范围,因为它针对下面的criteria,是条件 这两个一组啦,最后再加总 3range 不过有的时候,它旁边这个说明,还有下面的说明,有时候 讲的并不精确,而且 其实里面的说明也错误了 他说加总范围,其实根本 好像叙述错误了 所以有时候参考一下 那criteria部分的话是你的条件,条件是什么呢 条件是销售部 所以几个方法,要不就点销售部 要不就是你直接在这边打上销售部三个字 这边的话呢,记得前后加双尾号 你就打一个销售部,表示说你要找什么,找销售部 OK 那他就会帮你去什么,在上面的范围里面找一下 销售部 那做什么呢 如果是销售部在加总,所以你第三个需要跟他讲说 如果上面是销售部,就把下面的加起来 所以他会加1800 加1500 开发部不对 不加1000 在销售部加1200 所以他关联系是这样子 上面是跟他一样的 他才加 跟他不一样的 就不加 OK,大概是类似这样的 按确定之后的话 4500就加起来 那如果开发部的话 其实你可以同样的做法再做一次 或者是说比较快的方法 可以怎么样 一样的方法 只是差什么 销售把他改成开发 所以比较简单的方法,一般什么 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取消 取消之后的话呢,移到这边 把它贴上 这边呢,把它改什么 改那个开发两个字就可以 开发 然后呢 其他都不用动 因为逻辑一样 打个勾就可以了 所以他会帮你找出 开发部 这两个 奖金部分 帮你加在一起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 三米福的做法 那除了这个部分底下还有一题 这一题的话呢,把它讲完了 这一题的话是 他的销售金额 刚刚是哪一个部门呢,现在是 销售金额要大于 5万的 也就是说呢 我们会有个数字的比对,包含大于等于小于等等的运算 那你可以怎么做呢,其实做法上跟刚刚一样 最近使用过的这边会出现 所以如果你 下一次还要再用三米福的话 你可以从类别里面找到最近使用过的三米福 然后呢 Range的话,一样是这个销售额 在这个范围里面 帮我 不是 找一样的 而是找什么 大于 所以特别重要,这边里面的数字 有没有 那你可以在这边输入大于5万 这个大于 记得这个要自己打上去了 那 移开之后 他当然会自动帮你加双一号 不过如果你自己打也OK 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范围里面 有没有是大于5万的 有的话呢 帮我加什么 加后面这个数字 销售人员帮我加起来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第1个是 所以10加 加在一起 10个 下一个 是不是也是 所以8个 下一个是不是也是 所以 再加8个 然后面 变两个不是 所以这6跟3 他就不会帮你加总 所以大家逻辑是这样子 按个确定之后呢 结果 就做出来了 那请各位 先试试看 这边的三米符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三米符部分的话 后面还有一个综合练习题 这是综合练习的第2题 就是 需要用到三米符来完成 所以 如果你已经 等一下做完 三米符的话 可以先看一下那个 综合练习的第2题 这个综合练习的第2题 不过档案是要另外开启 稍微看一下那个综合练习的第2题